特大号企鹅敲冰 一包收了冰块 对战用的锤子和支架 一个长方形游戏盘 我先把它们组合一下 一人一个转盘 转到什么就敲什么 比如这一轮我转到一个白色 我就随便敲掉一个白色的冰块好了 哎呦还蛮硬 你也是一个白色 敲这个吧 哎 如果谁的回合 让这只企鹅掉下去 就要接受这个转盘的惩罚 那么继续到我的回合 两个蓝色 我看一下 敲这两个问题应该不大 哎 很轻松 一蓝一白 我们就选这两个好了 这个蓝色本来就是差一点 上一轮掉下去的 哎 多敲了一个 但是还是很稳 这个循环的箭头 应该是再来一次的意思 这次是两颗蓝色 敲上面这两颗试试 还是挺稳的嘛 两颗蓝色 咦 这次感觉会掉下去好多 又多敲了一个白色 没事 就当送你的 你也是两个蓝色 能敲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 咦 还要敲一颗蓝色 这次感觉非常危险啊 快要决出胜负了吧 一白一蓝 这个肯定不能敲 应该也可以 这一条路是连通的 那我们就敲这个好吧 真正的高手 哎呀 敲不得 还要敲一个白色 哎 可以 再来 一颗蓝色 我觉得应该可以敲这颗 哎 还多送了两颗 我看这次你 我看这次你怎么办 只要敲一颗白色 感觉这两个应该都没问题啊 就我给你挑一个惩罚 马上讲一个笑话 那么现在请你 把你觉得最好笑的笑话 放在评论区 输了不要耍赖哦